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分析认为 美国科技股的震荡反映了投资者对当前市场环境的担忧 也预示着行业内在的诸多挑战 科技股暴跌的原因包括公司业绩不如预期 宏观经济因素和全球供应链紊乱等 美联储政策的调整和市场情绪的修复 使得市场很快展现出了复苏势头 AI热潮和新兴技术的潜力也推动了科技股反弹 然而知名投资者巴菲特等却在市场反弹期间选择大幅减仓科技股 警示市场过度乐观 专家们对科技股抱有信心 认为科技股势头强劲 盈利也不错 估值远没有20至25年前那么离谱 国内业界也认为 AI绝不是泡沫 AI一定会越来越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 工作和效率的提高上 马斯克否认 特斯拉不会与XAI分享收入 埃隆 马斯克旗下创起XAI的AI模型授权将不会被特斯拉取得 马斯克本人否认了此报道 马斯克称 特斯拉从与XAI的工程师讨论中学道很多 但不需要从XAI获得任何许可以实现真正无人监督的完全自动驾驶系统 此外 马斯克还指出 XAI模型太大 无法在特斯拉汽车推理计算机上运行 不可能被使用 报道称 特斯拉将取得XAI模型授权 以驱动其FSD系统并与其分享部分收入 马斯克否认了该报道的准确性 崩盘的一元店 美国底层Consumerocracy 美国贫富差距加剧 底层消费者财务紧张程度被低估 两大亿元店零售折扣巨头DollarTree和Dollar General相继爆雷 股价暴跌 美国底层消费彻底陷入低迷 DollarTree周三将全年盈利指引猛砍20% 呈中低收入客户群面临巨大压力 Dollar General二季度业绩全面步入预期 大幅下调全年业绩指引 导致其股价一度暴跌30% 美国贫富差距日渐扩大 中产阶级群体萎缩 贫困人口规模不断壮大 Dollar General和DollarTree作为美国扩张最为迅猛的零售折扣商 股价也一路高歌猛进 但是 现在这一理论正在崩溃 美银首席策略师Michael Hartnett认为 美联储是美国财富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 本轮加息周期中 住房 食品和股票价格均创下历史新高 并继续飙升 叠加劳动力市场疲软 外汇市场正在定价降息50个基点 作为消费一线阵地 Dollar General和DollarTree已经深深感受到 高通胀和高利率对美国底层民众的伤害 低收入群体陷入困难 零售折扣商受波及 全球治理危机 探索未来出路 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 缺乏统一的责任和约束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利群认为 全球治理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统一的责任和约束力 导致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当前全球治理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疫情、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摩擦和人工智能发展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需要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 论坛上 专家们认为 全球治理的效率正在下降 需要改革和变革 雅各布·弗兰克尔认为 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终身工作 需要预防、管控和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宇燕认为 全球治理赤字的三个原因是 全球治理作为公共产品、高成本和负外部效应 各国政府主要对本国负责和大国博弈 Expert认为 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化问题需要处理眼前的问题 形成全球共识和大国间合作 同时 需要强化信任和增加对话 避免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 未来 全球治理的方向可能会被更多的区域治理所补充 南方治理和北方治理所补充 或者被一些更小的集团内部治理所补充 但是 需要继续强化制度 保护最脆弱的人 并形成长期思维 魔咒降临 恐慌指数狂涨每股大跌 每股基金竟流出 创8月以来新高 投资者对美联储降息幅度和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VIX上涨至22.38 投资者需要更多明确信息和信心 上周公布的就业市场数据显示 劳动力市场仍有不少降温的迹象 但非农就业报告起稳回升 失业率小幅回落 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施瓦茨表示 虽非Farm数据下修 但工资增长加快 失业率下降 黄金年龄人口的比例达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减轻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美联储官员也在为即将开始的宽松周期追风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 现在是降息的时候了 美联储理事沃勒则透露 他愿意在某个时候考虑比平时更大幅度降息 机构认为 美联储本月将降息25个基点或50个基点的问题可能会取决于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施瓦茨表示 经济继续有活力 消费者在消费 收入增长稳健 资产负债表健康 如果情况比预期更急剧或突然恶化 美联储可以在11月和12月加大赌注 市场波动或将继续 衡量市场波动性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恐慌指数EIX上周五大涨近16%至22.38% 回到了长期均值以上 投资者涌向消费必需品 房地产和公用事业等避险板块 风险厌恶情绪加剧 荷兰扩大光刻机管制 中方驳斥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半导体出口管制问题回应记者问 荷兰宣布扩大光刻机管制范围 中方对此表示不满 中方认为 美国通过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胁迫部分国家加研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威胁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损害相关国家和企业权益 中方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中方呼吁荷兰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 避免出口管制措施阻碍两国半导体行业合作和发展 维护中和企业和双方共同利益 保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法示威浪潮 抗议马克龙任命新总理 法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 反对总统马克龙任命右翼政治人物为新总理 法国巴黎 斯特拉斯堡等多地当地时间 7日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对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右翼政治人物米歇尔 巴尼业为新总理表示强烈反对 抗议活动在巴黎 南特 尼斯 马赛 斯特拉斯堡等多地举行 有组织者声称 当天的巴黎抗议人数高达16万 全法有30万 法国及左翼政党 部区的法兰西等呼吁其支持者参加抗议活动 领导人梅朗雄称 选举结果被窃取了 呼吁法国人尽可能强大的动员 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也对马克龙任命的总理人选表示强烈反对 米歇尔 巴尼耶 今年73岁 属法国右翼 曾数次担任政府部长 并两次担任欧盟委员 法国总统府称 马克龙任命巴尼耶为新总理后 责任他组建新政府 以确保新政府尽可能稳定 并能够更广泛地团结各方力量 英国富豪麦克 林奇沉船案 死于缺氧窒息 意大利警方对英国亿万富翁麦克 林奇的尸体进行初步检查 结果显示林奇死于缺氧窒息 林奇8月19日在超级游艇贝叶斯号沉默事故中遇难 另外五名遇难者包括林奇的18岁女儿汉娜 传上厨师和其他四名客人 警方对汉娜、林奇的尸体进行初步检查 排除了她因外部创伤而死 保留了她因缺氧或溺水死亡的可能性 厨师雷卡尔多、托马斯的初步尸检结果显示 她是溺死的 对另外四名受害者的初步尸检结果显示 窒息可能是他们死亡的原因 警方已下令对所有受害者进行进一步的法医检测 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得出结果 乐墨消防部门的负责人称 除了厨师外 其他遇难者的尸体都是在游艇左侧的船舱里发现的 被困的乘客可能曾试图在那里避难 寻找船内最后的氧气 事故中有15人幸存 包括林奇的妻子和被业司号的船长 美国驻华官员涉嫌散布台独言论冒犯中国 一名美驻华总领馆翻译工作人员已具有台独倾向 多次在公开活动中散布台独言论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译为中华民国 中方人员指出错误后 该工作人员拒绝认错继续发表极端言论 如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 其言行不仅冒犯了中国社会 也违反了美国政府的一中政策和相关国际公约 该工作人员的行为恶劣 态度恶劣 中国人民肯定不欢迎 马斯克启动火星移民计划 两年内无人飞船首飞 二十年建成 马斯克的火星梦终于要实现了 SpaceX将在两年后发射首批Starship飞船前往火星 这是人类迈向火星移民的重要一步 要实现火星移民 降低每吨有效载荷的成本是最关键的问题 目前将一吨有效载荷送到火星表面需要10亿美元 马斯克目标是降低成本到10万美元吨 技术需要提升1万倍 按照马斯克的计划 两年后首批Starship无人飞船将登陆火星 测试安全着陆的可行性 如果成功 四年后首批载人飞船将启程前往火星 二十年内 马斯克目标是在火星上建造一个自己自足的城市 马斯克认为成为多星球物种将大大增加人类意识的存活概率 Apple秋季发布会史上最大iPhone升级即将来临 苹果秋季发布会将于当地时间周一在苹果总部举行 将发布最新一代iPhone产品奠定新的AI平台基础 发布会将推出四款新的iPhone机型 iPhone16 16 Plus 16 Pro 和16 Pro Max 另外苹果也在准备对Apple Watch和AirPods进行重大更新 包括新版AirPods和Apple Watch Series时 iPhone16系列将获得更快的处理器 内存将升级到8G 有助于支持Apple Intelligence和其他功能 Pro型号将获得更快的芯片 具有增强的神经引擎 针对AI进行了优化 两款iPhone16 Pro都将进行摄像头升级 包括从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摄像头 升级到4800万像素 分析师们持有不同观点 对于iPhone16系列的销量预期上升 但考虑到成本上升和消费者接受度的不确定性 实际销量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水平 Widebush分析师认为 iPhone16系列将开启苹果历史上最大的升级周期 预计2025财年 苹果的iPhone销量可能会超过2.4亿部 苹果还将推出新版AirPods 包括中端和高端版本 带来改进的音频质量和降噪功能 Apple Watch Series实行号将获得更新外观 提供较大的屏幕尺寸选项 表壳也将明显更薄 日本米价疯涨 大米荒来袭 断货限购乱局 日本多地出现大米荒 大阪府官员呼吁日本中央政府 投放储备米以缓解供应紧张 但遭到中央政府官员拒绝 分析认为 供需矛盾是造成今年日本米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日本政府调整生产政策和极端天气 造成日本大米供应量减少 同时访日外国游客增加等因素导致大米需求增长 Extreme weather has also led to a decrease in the quality of Japanese rice and the government's slow response has been criticized by the public 日本气象厅发布日本东部太平洋南海海槽大地震 发生可能性增高的提示 引发部分民众大量购买和囤积大米 当前日本市面上售卖的多为前一年收获的大米 新米即将上市 或将缓解目前大米涨价与缺货的状况 不过 由于今下日本高温天气持续 可能影响大米产量和品质 未来一年大米总体供应形势难言乐观 大阪府之士吉村杨文呼吁日本中央 Government投放政府储备大米 以缓解大米荒并平易高昂的米价 但遭到中央政府拒绝 日本农林水产省以投放储备米孔 对大米流通造成影响为由 拒绝了这一要求 微软高管联想AIPC技术大突破 联想推出Copilot加PC系列 强调与微软的AI集成创新 昨日联想举行2024创新世界大会 发布了多款突破性的AIPC Copilot加PC成为焦点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 Luca Rossi表示 联想与微软共同推动硬件和软件 无缝的人工智能集成和创新 新的Copilot加PC产品 将扩展搭载骁龙处理器 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微软Windows及设备公司副总裁 Poven DeValori称 联想重新定义了便携性 将酷略PC引入企业 并推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OLED显示屏 双屏 可折叠笔记本电脑等 ThinkPad Copilot加PC拥有出色的键盘 可靠性和质量 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性能 微软宣布将Copilot加PC 扩展到高通骁龙X加8和 AMD第三代Ryzen AI处理器 和英特尔酷瑞Ultra 200V Lunar Lake处理器 从11月开始 AMD和英特尔的设备 将通过免费的Windows更新 开始看到新的Copilot加PC AI体验 哈特奈特首降息卖 美国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被低估 美联储首次降息可能只是开始 之后还会大幅降息 劳动力市场信号复杂 非农新增就业人数远不及预期 时薪加速上涨 失业率小幅下降 美联储9月降息幅度仍悬而未决 在这种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 美银首席投资策略师Michael Hartnett认为 现在最有力的操作是卖出首次降息 等待更好的风险资产入市时机 Hartnett认为 尽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首次降息时 仅把利率下调25基点 但之后仍会大幅降息 此外 购买抵押贷款申请仍处于低位 表明降息短期内对房地产市场 并无明显提振作用 Hartnett警告 如果就业人数增长继续缓慢 经济前景将更加黯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